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踏入8月,多個新盤排隊出擊 新地旗下提供1,224伙的天水圍Wetland Seasons Bay 由6棟大樓以及10座別墅組成 是今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新盤 提供開放式至5房多元化間隔 也是天水圍區內首次出現開放式單位 全盤最小單位268呎 也是區內最小戶型 展銷廳提供5個示範單位 其中一個連裝修單位是以5A座8樓A97為藍本 實用507呎的3房戶 這個單位拆除了大部分非主力牆 改以玻璃幕牆代替 令全屋感覺更闊落 單位用上大量石材 包括地板 和以翠綠石材打造的餐桌和茶几 廳區也加入不少粉色和花位元素作為點綴 飯桌旁有一道粉紅特色長身 梳化背後長身也鋪上鏡面 擴闊視角空間 抬頭望上去 假天花曹裝有滲光燈 亦裝了不少射燈 令整個廳可以有均勻照明 客廳和旁邊細房間的長身拆走 並以一面玻璃長身和層架取代 減少長身造成的壓迫感 中間的長身 單位的走廊和睡房長身 轉用透明玻璃 雖然受犧牲一定的私隱度 但可以提升空間感 令到全屋感覺更通透 主人房擺放到可以三邊落床的雙人床 外面有一個17尺的工作平台 除了平台外,床後面也有窗 同時享有兩個座向的景觀 走廊通往玉室的門就改用實身門 但通往主人房的一邊就仍然是玻璃托門 靚就是靚,但實不實用就見仁見智了 睡房原本的木門也被換成玻璃托門 更為省位 今晚會有一點成玻璃托門 稍微可以加上蓋 塔絲在深蠅場上 拿去用玻璃托門 盡線 轉來 採用玻璃托門 再打破 反而平台 再炒入 後面 另一間睡房就改了做工作室 擺放了一張長書桌 做到累,也可以在旁邊的梳化休息 經擦場後的家居空間,視覺上當然闊落得多 而正式交流標準版本又是怎樣的呢? 大家都不妨參考一下 愿者們的那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